重金悬赏 破译一个甲骨文就能拿10万块钱 你想试试不 这是2016年的中国文字博物馆 贴出的一则悬赏告示 如果有人能破译出来一个甲骨文字 就可以领取10万块钱的奖金 如果说现存的甲骨文 你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也能拿5万 而这些文字就是我国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 单字一共4300多个 从晚清时期1899年发现之初到现在 全国全世界这么多的专家 竟然才认出来了1300多个 还有将近3000个是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虽然重金悬赏 可这么些年只有一个人破译出了一个字 那甲骨文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实际上它是古人用来看事用的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占卜 那3000多年前的商朝人 什么都喜欢先算一挂 这几天出门有没有灾 老天会不会下雨 庄稼能不能有收成 这打仗可不可以赢 什么都要算一算 那你要问了 这跟甲骨文有什么关系 你发现了吗 所有甲骨上都有很多裂痕 这些不是年头长的形成的 而是它们烧出来的 人们先在龟甲上钻孔 再用火烧 这样龟甲上就会出来很多的裂痕 然后再根据裂痕的大小长短粗细呢 来判断吉凶 粘呢就是观察 补呢就是龟甲着补 也就是火烧龟壳的意思 然后啊再把粘补的时间和内容呢 刻在上面 这就是所谓的补词了